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成益预定3500杯奶茶店家应付布了 滔滔亲自为未领到奶茶的粉丝致歉,现场情绪澎湃! 成益已成为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在他最新电视剧《王者之路》杀青的这一天, 粉丝们聚集在横店,场面壮观,热情高涨! 这个杀青现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 他们不仅是为了一读偶像风采, 更是想要用自己的支持和祝福为他加油打气! 粉丝们全情投入,不辞辛劳,连夜筹备现场布置, 打造了令人惊叹的应援氛围! 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 纷纷高喊着祝福成益杀青顺利,期待他的新作佳绩! 在这感人至深的时刻, 成益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粉丝们的支持! 他提前一天就预定了3500杯奶茶, 想要给粉丝们带去一份特别的心意! 然而,尽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奶茶店仍因订单过多而无法满足需求, 导致一些粉丝未能领到奶茶! 对于这一情况, 成益没有选择逃避或漠视, 而是亲自向粉丝们道歉! 他说, 真的对不起, 因为五一节, 他们无法生产出那么多奶茶, 但他们把店里所有的都给了我! 成益的诚挚举动备受称赞! 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 他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对粉丝们的真诚关怀和感激之情! 成益的善举也赢得了人们对他真诚性格的赞赏和尊重! 他不仅在成盟后仍保持对粉丝们的关怀和照顾,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展现出一颗善良纯真的心! 这与他早期亲近粉丝的场景不谋而合, 成益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善良! 在娱乐圈中, 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 然而, 成益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 即使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他依然保持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偶像! 诚意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和静, 保持真诚和善良永远是最重要的! 作为粉丝, 我们不仅要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 更要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 用爱和善良去影响周围的每个人! 诚意真诚致歉! 承认无法完成3500杯奶茶订单, 内心哀愁难掩! 承认王全富贵今日杀青,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们, 纷纷赶往恒电为他加油助阵。 他们在短时间内连夜布置了场地, 全心全意为承认打造最好的现场氛围。 眼见承认的粉丝们汇聚在一起, 其声为他加油喊话, 助承认王全富贵杀青大吉, 狐妖王全篇收视长红。 这一幕让人感动不已, 有人甚至忍不住泪流满面。 对承认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让人为之动容。 承认也没有辜负粉丝们的期待, 在杀青仪式前一天, 他就提前订购了3500杯奶茶, 准备送给他的果果们。 然而,由于数量太大, 奶茶店竟然还是未能满足需求, 导致现场部分粉丝无法领到 心爱偶像送出的奶茶, 这让大家感到遗憾。 但承认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他选择了站出来, 亲自向粉丝们道歉, 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理解, 对不起哈, 因为是五一节, 他们做不出来那么多, 他把他们店里的都给我了。 承认的这番承认举动赢得了 粉丝们的理解和支持, 也让人对他的敬意更加深厚。 承认的这种真诚和善良的态度 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待粉丝的一贯态度。 回顾承认的成长历程, 从最初粉丝接机时的亲民举动到 如今杀青仪式的大手笔, 他始终未曾改变自己对待粉丝的真诚态度。 即便如今成名在外, 他依然保持着对粉丝的关爱和感恩之心, 不遗余力地回馈粉丝们的支持与关注。 承认的这番行动也引发了人们 对于明星与粉丝之间关系的深思。 在娱乐圈中, 明星与粉丝的互动关系 往往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 有的明星对待粉丝冷漠, 甚至出现过与粉丝发生冲突的情况, 而有的明星则能够以真诚和善良 赢得粉丝的心, 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诚意的行为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艺人,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粉丝的真诚和善良, 因为正是粉丝们的支持, 才让自己能够走到今天的高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